那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跟老师一起看一下。 先回答,我最亲密的朋友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 老师写的是中学,大家也可以换小学、高中、大学都可以。 好,我最亲密的朋友是在中学时认识的,是在中学时认识的。 他的性格怎么样?他开朗活泼,那么我的性格呢?内向安静。 他开朗活泼,我内向安静。 那么,我们的性格呢?不同,性格不同,老师用了关联词,虽然,但是。 虽然,我们的性格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那么,什么兴趣爱好呢?就是摄影。 哦,在第四课中,我们有学过这个词,所以,老师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摄影。 哦,try on it,摄影,就是摄影。 当然,大家也可以换别的内容,哦,就是旅行、看电影都可以。 好,最后,我们一直相处得很愉快。 相处得很愉快。 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好,跟老师一起再读一遍。 我最亲密的朋友是在中学时认识的。 他开朗活泼,我内向安静。 虽然,我们的性格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摄影。 我们一直相处得很愉快。 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好,第一题,我们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请介绍一位你喜欢的外国明星。 哦,大家要注意,是外国的明星。 哦,日本的、美国的、中国的都可以。 好,那么我们思考的时候想一想。 哦,这个明星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哦,我为什么喜欢他? 还有,他的优点是什么? 哦,好,我们先看一下词汇,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周杰伦,知名度,外貌,偶像派,才华,创作,经典,导演,多才多艺。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一个明星的名字,周杰伦。 哦,他非常有名。 他不但在中国很有名,而且在韩国也非常有名。 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喜欢的外国明星是周杰伦,比较容易说。 对不对? 比较容易说。 哦,所以我们学习他的名字,周杰伦。 好,那么,非常有名。 哦,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用这个词,知名度。 知名度呢,名词。 我们可以加上,形容词高,知名度高的意思是有名,知名度高。 如果大家只说有名呢,太简单的词,我们是高级班,所以用难的词。 知名度高,知名度高。 好,下面,外貌。 哦,明星的外貌,很重要。 外貌。 下面,偶像派。 一个偶像,就是爱豆。 爱豆哦。 如果一个明星,他的外貌很漂亮,很帅。 我们可以说,他是偶像派。 他是偶像派。 下面,才华。 才华呢,名词。 一般,艺术方面的。 哪? 艺术才华。 或者呢,音乐方面的。 音乐才华。 嗯。 下面,创作。 创作呢,动词。 创作作品。 哦,那么,哦,等作品呢? 经典作品。 经典作品。 我们可以连在一起。 创作经典作品。 创作经典作品。 好,后面,导演。 导演呢,可以做名词。 哦,他是导演。 他是导演。 或者呢,可以做动词。 导演。 导演电影。 导演电视剧。 好,最后,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呢,哦,很有才能,特别艺术方面的。 哦,比如说明星。 明星们,都多才多艺。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回答。 先说,我最喜欢中国的明星。 哦,谁谁?周杰伦。 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换。 哦,别的国家,别的明星呢,都可以。 老师觉得周杰伦比较容易说。 哦,所以我们这么回答。 哦,我很喜欢中国的明星周杰伦。 哦,他在韩国,非常有名。 那么,我们可以说知名度很高。 知名度很高。 好,他的外貌怎么样? 哦,他的外貌呢,不是那么帅。 我们可以说,不是偶像派。 诶,诶,不是偶像派,不是那么帅。 哦,周杰伦的粉丝不要生气。 嗯,好。 那么,老师用了关联词。 我们刚才学过,虽然,但是。 虽然,他的外貌不是偶像派,但是很有音乐才华。 很有音乐才华。 哦,他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歌曲。 我们刚才说,动词创作。 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歌曲。 歌曲呢,也是作品。 对吧? 歌曲也是作品。 可以说,连在一起,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歌曲。 另外,他还导演过电影。 哦,这里做动词。 导演过电影。 。 马牧里,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明星。 多才多艺的明星。 好,跟老师一起再读一遍。 我很喜欢中国的明星周杰伦。 他在韩国知名度很高。 虽然他的外貌不是偶像派,但是很有音乐才华。 他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歌曲。 另外,他还导演过电影。 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明星。 好,我们第二题的回答到这里。 我这个2016年也在韩国信员上的英文。 我然后这个写上前,还是将这个写上了。 我这个写上有所。 我这次都连在试误。 嗯,我这次都连在试误吗。 我再试误。